人为啥要做梦 为啥要做这样或者那样的梦 这些东西呢背后都有很多原因 你像章鱼在做梦时 我们就能看到他神经活动在体表反馈出的奇妙反应 类似于人类睡眠阶段的快速演动器 是体内的植物神经系统在自主活动 做梦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神秘的 古迹上的学者还没办法确切地明白梦的生理原因 目前主流的说法认为 梦是脑干所产生的随机神经信号 这一点怎么讲呢 可能我会觉得它不是完全随机的 就是做梦它是有一些功能性的 你去扫描人类在睡梦时的神经活动 是能够发现一些有意义的素材的 其中一个功能便是对复杂记忆的重整 智商过低的生物是没办法做梦的 只有那些智力水平较高的动物才会做梦 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动物 所有喝奶的哺乳动物 还有现存的所有鸟类 以及智力水平比较高的跳猪 还有同样智力较高的头族类 也包括了现存最原始的哺乳动物真言 这些动物都可以很直观地观测到睡梦反应 梦出现在深睡眠过后的快速眼动器 被人称为REM睡眠 这个阶段的生物会有一个特性 就是除了眼球快速移动外 还会出现肢体抽搐 失去肌肉张力等生理反应 像鸟类在做梦时翅膀就会抖动 同时颈部肌肉也会失去力量变得疲软 这个时候就可以判断出它是在做梦的 我们在跳猪身上也能观测到肢体抖动 吐刺器抽搐等睡梦反应 而爬行动物蜥蜴乌龟蛇这些 只有极个别的能观测到睡梦反应 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没有这种表现的 虽然爬行动物也会有深睡眠阶段 不过人类现在还没办法从其外在表现 确认它可以发生REM睡眠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扫描动物的大脑 REM阶段动物大脑会有一个记忆素材的回放 就是它们会把白天的记忆素材重整一遍 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有几个学者 在神经细胞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 它们发现小鼠在睡梦中的神经活动与白天时 它们在走迷宫的脑区活动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它们在睡梦中重温了这样一个记忆 这便是睡梦的功能之一 会去整合白天所搜集到的信息 在人类身上也做过这样的实验 就是把刚进入眼洞期的人反复扒拉醒 结果发现被扒拉醒的人记住的单词 比正常睡觉的对照主要少很多 所以睡梦是和常识记忆息息相关的 而爬虫身上没有发现类似的状况 主要是它们其实也不会走迷宫 所以可能做梦是一项对智力有要求的活动 你至少是要能够从事一些复杂的生命活动 然后是梦见啥 多数人都经历过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这个是很合理的 因为睡梦本身就会去重整白天的记忆 而梦境中的画面则取决于你的心智素材 其实跟画画是一样的 即便让你乱涂鸦 你也没办法画出你认知以外的东西 包括科苏鲁神话大章鱼触手怪 其实全部素材还是都来自于这个世界 这也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局限性 你没办法超越固有人知去创造一个新东西 包括那些怪兽题材的电影 你都能从他们身上看见地球生物的原形 所有新事物的身上你都能看见旧事物的影子 比如人工智能 做梦也是一样的 梦见画面会被完全限制在经验范围内 即便有一些陌生的画面 也会类似于嵌合体质的东西 它是被大脑拼接扭曲而来的 如果有人想反驳 那你去看看盲人做梦 现天盲人做梦它是没办法梦见画面的 他们的梦境都是以声音感受等形式在脑海中呈现 他不可能去梦见一只奥特曼的紫色心情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 所以综上所述呢 梦境是对过往经验的重塑 这是梦的第一个特点 由这一点还能推导出梦的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弗洛伊德的梦理论 梦是愿望的达成 可能梦的解析这本书是弗洛伊德作品里最有名的书 但是我从来都不推荐大家去看 因为过于生硬了 我个人觉得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 除了这本书之外 其他每一本都很精彩 有一个形容叫做未同嚼辣 但是我觉得这个词用来形容梦的解析是不够的 读这本书的感觉比嚼辣还难受 像是在咀嚼玻璃茶子 不过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是没毛病的 梦就是愿望的达成 变形的例子是你梦见喝水梦见撒尿 这些都是你身体确实有这种渴求 或者在做春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水满了 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溢出来了 这些都是弗洛伊德梦理论的佐证 梦的解析里另外一个概念是焦虑梦 就是人会做一些含有焦虑成分的梦 比如被追杀发生争执驱虫打架这些 这些梦呢都是跟你个人的心境有关的 你自己心有焦虑才会做这种焦虑梦 而且这个焦虑可能是很多年以前的 因为被压抑进了潜意识里 你自己主观是意识不到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梦 是因为你的大脑企图去整合一些你心灵深处的不和谐 有些人经常会做一个或者一类相同的梦 那这里面呢也藏着一些没有被满足的执念 你如果找到根源进行一个仪式化 那大概率你是不会再做这个梦了 这里就来到了梦的第三个特点 梦总是以相似或者伪装的形式出现 怎么理解呢 就是梦境并不是表面看起来这样简单 它可能会包含一些隐藏信息 比如象征意义 最有名的梦力是弗洛伊德记录的葬礼梦 一个叫玛丽的女子梦见她很喜欢的小外甥死了 主观上她和外甥的感情很深 并不想发生这样的事 客观上她还有一些隐藏动机 就是她想在葬礼上遇见她暗恋的男士 这便是梦的伪装性 可能会把愿望以一个怪异的方式表达出来 那其实潜意识的运作规律也是这样的 梦和潜意识是一回事 梦就是潜意识的活动 潜意识有什么特点呢 非时间性 非连续性 非逻辑性 非时间性很好理解 它没有时间概念 人们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恍如昨日 就是它区分不了时间 第二个非连续性 你去观察梦境就可以发觉 它经常是破碎的 不连贯的 拼凑的 也会从一个场景 快速切换到另一个场景 且毫无关联 这便是潜意识的非连续性 星神分析的自由联想 也是有这样的特点 就是你可以从一个A联想到一个B 然后突然又从B联想到一坨狗屎 这之间可以是没有逻辑的 OpenAI刚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这样的视频 从一个东西渐渐过渡到另外一个东西 最后看着看着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样子 就是你能想象到一种感觉吗 前一刻还是一个单细胞生物 后一刻就已经在这里敲键盘了 就是类似这种毫无道理可言的感觉 这便是潜意识以及梦境的特点 看起来有道理又会感觉没有道理 非常奇怪 在心理层面上梦的最大功能还是代偿作用 有些梦见喝水其实是你在口渴 它其实是在补偿你这种口渴感 如此就可以让你不用在睡梦中醒来 人类在清醒状态下也会有这种代偿行为 常见的心理代偿就是成瘾行为 表面上你玩的是游戏 其实玩的是空虚 表面上你是在刷手机 而实际上有些人可能是在刷无力 就是大脑它经常会通过做一个东西的方式 去补偿另外一个东西 比如有些人喜欢年纪大的人 很大可能它是在补偿年幼时对父爱或者母爱的缺失 那这就是一种代偿活动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主要是讲人类的梦境行为甚至是心理症状 它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是有很多内在的驱动力在发挥着作用 它会经过一些扭曲变形 然后以一个崭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精神分析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过度担忧父母死亡其实是希望他们死 这个东西看起来毫无逻辑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拿到临床上也是一个准 就是说人其实是在用某种隐晦的方式 去表达那些道德不允许或者现实不能够达成的心理诉求 比如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一些人会在白天时有创伤画面的闪回 或者在夜晚时做噩梦从噩梦中醒来 这种状态其实是很痛苦的 那他为啥还要这样做呢 之所以要一遍一遍重温这些恐怖场景 是因为他们的潜意识里有一个巨大的愿望 PTSD一般多出现于灾难战争后的幸存者身上 也就是说他们会在这些灾难中失去一些在乎的人 而这些闪回和噩梦都在表达一个诉求 那就是希望这些逝去的人能够活过来 他们想拯救那些人才会去一遍一遍的重温创伤 或者说他们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去满足某些愿望 PTSD呢不只是灾难和战争后才会出现 巨大创伤也会出现这种心理问题 包括其实SM也是一种创伤表现 之前讲SM的时候也提到过 他们都会一遍一遍重复过去的羞耻体验 这里面也是包含了一些愿望在里面的 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有冲突 然后就会以各种各样奇怪的方式表达出来 弗洛伊德有本书叫《哀伤与抑郁》 网上就能搜到没有多长 但是内容很好 很适合抑郁群体以及心理咨询师去看 里面弗洛伊德提到说哀伤是正常的 人在面对比如失恋 今日离世等重大挫败 天然就是会哀伤的 而如果这种哀伤没有被充分哀悼 那么它就会转化为抑郁 哀伤是有自信性的 一段时间就没了 而抑郁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可能会困扰你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 所以精神分析它会鼓励你去哀悼 如果你对某个丧失体验充分的哀悼了 那么这个丧失感便可以不再困扰你 那么怎么哀悼呢 简单来讲就是充分接受就等于充分哀悼 怎么接受就是充分接受客体的丧失 接受自己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 承认局限接受现实并坦然告别 那这就是一种哀悼 或者说告别就是哀悼 那就好好告个别吧 时光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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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还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那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脑海之中 有一个疯狂花开的路口 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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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瓶 打赏父 com 吴重 掌赏ordan 赏青 杏 衞 赏忽オ 镇 瓶 田阚 方 莫 那 辞 赏兰 辞 栖 野 杏 啦 辞 瑞 辞 辞 林林 辞 堅 鱼 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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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鲧 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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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